你想干什么 青子小姐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杀死我的部下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毕竟杀死了 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的军人 家腾 我想你也知道 别动队是多么的狡猾 我如果不采取这样非常的手段 根本无法靠近别动队 来完成我的任务 但是无论怎么说 你杀死的是为天王效命的皇军 你已经违反了军队的纪律 我们军队完全有权力抓住你 把你带回日本 家腾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 让你帮助我消灭别动队 这不在我的任务范畴之内 你来到滕县 消灭别动队 就已经是你的任务范畴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不过要等我先完成了我的任务再说 你来腾县这么长时间 难道还没有完成任务吗 要不要我来配合你 这是我们华北总部的特殊任务 跟你没有关系 我当然不会过问华北总部的任务 所以我绝不能够轻举妄动 但是你参加别动队 也有一段时间了 你应该为我提供一些别动队的消息吧 没问题 你知道 为什么每次别动队来到滕县 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咱们的行动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滕县县城有一个交通站 这个交通站十分隐秘 他们每次都先到交通站落脚 那儿的人都是他们上级派的人 那个交通站在哪儿 你快告诉我 为了防止你提前动手 破坏了我的计划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的是 那个交通站就在城北 清子小姐 我想 你不应该对我保守秘密 你放心 我会告诉你交通站的具体地址 不过要等我 先完成了我的任务再说 如果你提前动手的话 最近只有我去过交通站 你会暴露我的 清子小姐 我一定会在你完成任务之后 再采取行动 但是你要答应我 和我一起完成任务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这次 是以打探消息为名下山的 你必须向我透露一点消息 我已经任命 三岛为万证据点的指挥官 将会对别动队发起进攻 这个消息足够应付八路了吧 清子小姐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哦 鬼子还要对咱们开启动 是的 现在加藤已经任命三岛为万证军营的新队长 加藤让三岛三天以内对别动队展开进攻 小姐姑娘 你的消息准确吗 应该很准确 你们应该知道 鬼子是很喜欢到我的酒楼喝酒的 嗯 小小姐姑娘 你的情报对我们很有帮助 师姐 看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嗯 我不能再这样蹬下去了 必须要找到一个提死鬼 并且尽快地找到佛经的下落 哎 老陈 我想问问你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范围已经很小了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又考我是吧 其实我觉得几位师兄和雪儿可以先派出调 还有就是镇三阶他们 这几个人我也比较了解他们的为人 老烈和木匠这几个人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也不像 我看嫌疑人只有一个 我心里也有一个嫌疑人 怎么样 厉害吧 这都是沐家阿大做的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 小青姑娘 有事吗 你试什么东西坏了 我可以给你修 还建议有些事情能麻烦您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在这说话不太方便 这样吧 咱们十分钟以后 后山小树林里面见面吧 小青姑娘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我有一个木箱坏了 里边有一些 一些女孩家用的东西 我不想让别人看见 所以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这事简单 待会儿保证给你修好 谢谢 那您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呀 我明白 这事你放心吧 那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嗯 词曲 李宗盛 小群姑娘 你这两天怎么不过来找我聊天啊 这不是山上出事了吗 我就没那个心思 我闲得无聊 想找个聊天的人都没有 那 那 那我不去找你 你就不会来找我呀 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你今天有空 能陪我在山上走走吗 能了 能能能能 那咱现在就走吧 等会儿 我想先梳妆打扮一下 那二十分钟以后 咱们在后山小树林里见面 好 好 对了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世杰和陈巴洛 不 她们知道了 不太好 好 没事 这咱俩的事跟她们都没关系 放心吧 她们不会知道的 嗯 嗯 组织 saber 谁 있지만 你来 小新姑娘 你不是让我来给你修木箱的吗 你的木箱呢 其实 我根本就没带什么木箱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是让你来修木箱的 那你让我来干什么 我是让你来送死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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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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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新姑娘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终于来了 木箱他 他要杀我 你怎么样 木箱 豹 小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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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说吧 约好了在后山小树林里面见面 后来我就遇到了木匠 他显得很神色很慌张 好像急着要下山的样子 我鸡妈拦住了他 告诉他咱们别动队 要求不能下山 这时候木匠就掏出了一把枪 打中了我的手臂 我看见木匠要杀我 我只有还击 董律师长 是这样吗 我到的时候 小秦姑娘已经受伤了 然后我看到木匠躺在地上 还要向小秦姑娘开枪 小秦姑娘 事情就是这样吗 是的 走 好 上木匠的房间去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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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从旁边看 山上的内奸也只能是木匠 木匠的情况虽然以前我们大致了解 可这也不能证明他是最近才被家藤收买的 是 如果不是家藤的话 谁能给他那么多金票呢 这也正是我们值得怀疑的地方 看来我们都错怪小群姑娘了 我想 我不用说 很多同志都已经知道了 咱们别动队的内部出了日军的奸细 现在已经基本查明 这个人就是木匠阿大 好 既然已经查出来了 要从明天开始 恢复别动队的一切行动 快 老刘有危险 快跑 爹 我不走 爹 打开 打开 Your我松 快点 上 家同太君 您这么急把我们找来有什么事吗 赵刚 你认识吗 他是我们县的一个名人 现在在国军的部队任职 听说这官还不小啊 他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 在我们大日本军队的南线战场 制造了很多麻烦 是列在军部黑名单里的人 这一点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再问你 他的家眷在滕县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 太君 您什么意思 我现在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你带三刀 去把他的家眷抓来救我 太君 此人在滕县那是颇有声望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看这件事 您就交给我和胡为去办 我会尽我的权力 让他为皇军效力的 那好 这件事事关重大 如果出现纰漏 拿你试问 是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王会长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敢往自己身上来 这要出了什么问题 这这可不是闹得玩的 最近别动队在滕县的活动是很频繁 虽然咱们端了他们的交通站 可这并不是我们的功劳 这一次可是咱们立功的好机会 否则这以后在日本人的面前 可就真没好日子过了 还是万会长告明 行 那我现在就去把他们给抓来 什么抓来 这叫请来 你明白吗 请 我不明白啊 他不是有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吗 这做事是讲究策略啊 行 我去叫人 马上去办 快去 赵夫人请 赵夫人请 汪会长 您要请的人 来了 赵夫人 久仰久仰 这位就是小少爷吧 我不是小少爷 我是大公子 你是谁 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 汪会长 你把我们母子带到这里有何见交 你丈夫赵刚 那是我们县里的英雄人物 也是咱们曾信的骄傲 作为同乡人 我万某是倍感自豪 我爸爸在前县 杀死过好多日本鬼子 可厉害了 他说了等我长大了 爷爷带我一起打鬼子 小枫 大人说话不要插嘴 童言无忌吧 小枫 你讲得特别好 不愧是将能无辞 赵夫人 你说 你这么年轻漂亮 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 如果因为你的丈夫受到伤害的话 我万某将感到非常的遗憾 我的丈夫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 即使因为他而受到伤害 我也心甘情愿 不劳挽回长费心 现如今大日本皇军是占领了半个中国 也在向南方挺进 这势如破竹啊 赵夫人 我希望你能够劝住你的丈夫 不要再抵抗 和我们皇军合作 这所谓持实务者为俊敬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来 万老先生他忠肝义胆高风靓洁 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认贼做父的儿子 赵夫人 我们万会长可是好心劝你 你可不要狗咬吕动兵 不失好人心啊 不配跟我说话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 你敢骂我 老子他妈瞅你我 我妈我咬你 小兔崽子 你敢咬我 老子抱着你儿子 回回回 帮我加强啊 这是咱们皇军的重要人物啊 赵夫人 我希望你能够给你的丈夫写一封信 让他放弃抵抗 这样的话 我就敢保证你们全家都会平安无事 你别忘想了 我不会这么做的 好 那我就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你好好想清楚吧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的新交通员小张 以后这个裁缝铺就是咱们在滕县的新的联络点 同志们好 以后交通站的工作就由我来负责了 老陈我正要上山找你们呢 又有新任务了 刚刚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 需要你们配合执行 最近我们在正面战场上 对日军的打局非常沉重 日本总部已经命令占领区里的鬼子 对我军将领的家属开始进行搜捕 在滕县就有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师长的家属 就是照片上的 已经被他们列在了搜捕名单之中 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转移他们 以免落在敌人的手里 打不过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腕 老陈我们赶紧想办法 以免夜长梦多 好 小张你带路得手之后连夜出城 行动吧 小夫人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你 这到了这儿了 它就不是你逞强的地方 你就算不被自己想 是不是 你也要被你这个孩子相信 不要碰我的孩子 你 别怕有我呢 小臭崽子你要再敢逞强老子先收拾了你 你敢 你敢碰他一根寒毛 等他父亲回来活泡的狗皮 快快让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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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完不复啊 老陈 我们到底还是迟了一步 接下来怎么办 等小张打听到他们母子关押的地点 咱们再想办法 老陈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人是护卫带走的 昨天晚上就关在县维持会 什么 又是万人 雪儿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哥哥 老陈 我去找万人 嗯 我们一起去维持会 见机行事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行 交通站刚刚成立 你的责任重大 不可轻易暴露 我们走 你们现在正是在我手里 要是把你们送给日本的话 他们对你 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落在你们手里 我就没想好过 嗯 这是你咎由自取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来人 雪儿 你妈 听我吗 我打死你 你妈给我绑起来 这儿完了 这些没人性的东西 不要碰我的孩子 嗯 把嘴巴封上 你们还算是人吗 你们 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你们这边的畜生 真是毛坑的石头 又臭又硬然 报告他 干脆咱们把它送给家藤吧 不行 他们是咱们手中的一张牌 一定要搭好 如果现在送过去的话 家藤一定会很生气 到时候 咱们两个吃不了兜着走 那怎么办呀 我先去司令部稳住家族 回来再说吧 你给我看好了 是 怎么样 我已经看过了 大人和小孩都被关在围吃会的囚室里头 有几个我已经去看守 胡为和万人都在里头 太好了 正好我们去救人 顺便收拾几个案件 嗯 不行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救人 要是惊动了鬼子 恐怕连城都出不去 万人来了 别动 别动 夏 夏师姐 你 你又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万人 帮你忙忙 带我们走一趟 走 走 走 嘿嘿嘿 你不是伶牙利齿的吗 你再给我叫啊 你给我喊呀 这个小独仔子 你爹不是很利害吗 你拿我呀 我去弄死你 嘿嘿嘿 来来 来 给我把他带到办公室 我要请你把他带到办公室 请自审问 赵夫人呀 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美人 落到现在的地步 那都是你丈夫给害人 谁让他跟我们黄军作对呢 他不是英雄吗 英雄现在也救不了你 我看你还是听我一句话 劝说你的丈夫跟我们黄军合作 然后你再跟了我 怎么那么多人 来 开门 开门 回来 回来 不好 有人闯进来了 你是谁 我有我妈妈 你是谁 我有我妈妈 我有我妈妈 你是谁 我有我妈妈 孩子的母亲呢 我不知道啊 她刚刚还在这儿了 文人 到现在肯定还敢耍花样 我要不是看在雪儿的份上 今天就在了你 哎 诸文英雄 我这是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胡说 刚刚就在这儿了 老陈 这样吧 你先带孩子走 我去找他母亲 好 你们一定要小心点 恒例 我们带孩子走 孩子 走 说 孩子母亲在哪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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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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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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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有鬼子 从这边走 走 难道 是我的儿子 快走 走 走 开 开 开 哎 晓风 哎 晓风 哎 晓风 带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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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去哪儿带你啊 晓风 哎 带我啊 别乱跑 哎 晓风 哎 晓风 晓风 哎 晓风 开 谢谢 哎呀 晓风 你看嘛去啊 哎呀 晓风 你看嘛去啊 哎呀… 真 gon power 哈哈哈哈 好家伙 力气还挺大 看来你爹说的没错 是个好小伙子 我说过啊 будут 你真的认是我爹 那当然了 不光认识 我和你爹还是好朋友呢 我听你爹跟我说 他有一个宝贝儿子 又聪明又听话 说的是你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枫 几岁了 七岁 你真的认识我爹 当然了 叔叔是八路 八路不骗人 我娘呢 都七岁了 还要找娘啊 你娘被我们的人救出来了 她没事 那她人呢 她已经送到安全地方了 骗人 我娘从来不会丢下我的 我没骗你 你看 这是你娘给我的 是你的吧 我娘不让我带 说怕我能丢了 好 那先放叔叔这 你娘让我带 你去见你爹好不好 见我爹太好了太好了 我都好久没见他了 可是要见你爹呢 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不能说走就走 你先在山上玩两天 好吗 嗯 小棒 跟叔叔到后山去看猴子 好不好 好 走 老陈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真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孩子 我决定啊 亲自送到家山 不 还是我和小暖去吧 你都在山上 以防鬼子偷袭 这个孩子是南方战士的一个重要筹码 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将他夺回来 别动队一定会将孩子送往安全地带 从滕县一直到八路军控制的藻庄一带 这期间都是我们控制的范围 要想从中穿过 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三道军 我要你尽一切可能 不管用什么手段 夺回这个孩子 是 万人 昨天维持会的治安是你负责的 是 我对你说过 如果出什么问题拿你试问 万人 这个主意是你出的 我已经跟上级夸下海口 你让我怎么下得了台 太阅 我错了 我不对 万人 你从当上维持会长以来 几乎所做的所有事情 无法让我满意 我对你很失望 甚至怀疑你对皇军的忠诚 你做的所有一切 都超出了我的忍耐了 我想 应该让你吃点苦头 这样或许对你的工作 是个促进 太阅 您不能这样 太阅 您不能这样 太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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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 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没什么 就是想想陈八路他呢 什么时候回来 不怕他们出事 你放心吧 有陈八路带着肯定没问题的 你陪我下趟山吧 什么 我想去腾县逛一逛 先去看看交通站有没有什么情报 再去街上买点胭脂水粉 我看你心事重重的 顺便也散散心 好 谁啊 谁啊 来了 谁啊 谁 别动 周叔 周叔 大少爷 您这是怎么了 啊 您这是怎么了 雪儿 嗯 我们站的也差不多了 我看 我们回去吧 师姐 我们好不容易下上山 你就得比我多逛逛吧 可是我不想陪你逛 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别动队的每一个人 都是家庭照顾的对象 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就回去吧 啊 好吧 可是我肚子有点饿了 要不我们先去吃顿饭再回家 去吃顿饭先 好吧 好吧 神儿点菜 快 八哥 你倒是快点说说 那个大汉奸万人后代到底怎么样 是啊 真想知道这万人到底怎么着了 那我怎么想知道 这万人啊 现在是病入高荒 估计连半条命都胜不下了 真的吗 那当然 你想 这小子天天给鬼子卖命 就想把那小鬼子当他爷爷 可真烟不认他这孙子 把小子打了个半死 雪儿 这些都是一切闲言碎语 别忘记人去 就算是真的也没关系 他们说得对 鬼子早该打他了 我们下山的时间也够久的 该回去了 好 崔叔叔 为什么我们不走平常的路 要走山路呢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小鬼头啊 我 是啊 因为鬼子要抓你 咱们要躲开他们 所以只能走山路 哦 鬼子为什么要抓我 因为鬼子害怕你爹爹啊 我爹 是啊 因为鬼子打不过你爹 就想把你抓住 用你来威胁你爹 让他打败仗 难怪我爹说 鬼子打仗不光明正大 这么着不算英雄好汉 小小的年纪 竟然还知道什么叫英雄好汉 当然了 等我长大了 要像我爹一样 打鬼子当将军 做大大的英雄好汉 好 好 饿了 程巴鲁这样吧 我们到前面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去打点野味 好 打猎太好了太好了 我也要去去打猎了 小枫慢点 慢点 有个兔子 怎么样 叔叔 我都没听点枪声 您怎么就把兔子抓着了 我告诉你啊 这子弹啊 是要留给小鬼子的 这兔子啊 就得活捉 叔叔 你太厉害了 你看 你烧冬叔叔回来了 爷爷 鸟大 还热乎呢 给 叔叔 你也很厉害呀 喜欢吧 喜欢 好 你要是喜欢呢 叔叔天天给你摸 嗯 谢谢叔叔 圣巴罗 你得干吗 说了他娘的事情 不知道会怎么样 小暖 说实话 还没有哪个任务 能让我像今天这样沉重 这可能就是战争了吧 失去的已经失去了 希望他长大以后 没有战争 也没有鬼子 能平平安安的 生活下去